猴群包圍吱吱叫 赫阻台电人员再向前 想抢秀 得先过着关 附近住户看到也傻眼了 就连黑狗想上前都遭到猴群攻击 不过现场可不止他 一旁树上雾来上 都是猴群团团包圍 刚刚我们来说已经掉下来 原来是一只小猴子爬上电杆 誤出电线 现在趴在地上奄奄一袭 附近住户仅300户全都停电 全都停电 民众急着用电全跑出来查看 这样下去可不行 一群人反倒上前逼退猴子 台电人员这才顺利抢秀 他剛剛是猴群顧著他也沒辦法修理 他剛剛那個猴群很緊的 他怕好不好 人猴對峙將近50分鐘 好在最後順利化解 只是猴群擔心小猴子 竟一個找一個一旁維護 成了搶修插曲 住戶們只希望猴群們別再來亂 倔車家貴 南投報導